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来到的提摩泰前书第五章 我选的主题是教会中的次序 我的想法 提摩泰前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泰个人的书信 不是写给教会的 保罗在罗马写这封信的时候 提摩泰被保罗拆去以弗所代表使徒 去处理以弗所教会的问题 当时以弗所教会出具规模 人数与日俱增 自然事物繁多问题百出 并不是一两个专职传道人所能应付的 因此在教会内部 必须有治理者和服侍者的存在 必须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组织 保罗在本段中教导提摩泰 教会的牧者牧养工作 应当怎样进行 怎样服侍年老的年少的 男的 女的 寡妇 教会的长老 童工 各应采取什么态度 教会是许多人聚集的地方 包括了许多社会中的弱势群主 有着有限的资源 但面着庞大的需要 如何按合理的情理来面对每个人的需要 服侍每个人 如何维持大家相处时的秩序 这是一个很大很实际的问题 本段教导的几个原则 第一 在第一到二节 他提到对待弟兄姐妹 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但和异性的关系要纯洁 在第三到十六节 他提醒提摩泰要知道 弟兄姐妹们真正的生活情况 来服侍他们 而不是一视同仁 他提到了不同情况的寡妇 要知道他们是否真为寡妇的 要知道他们有无儿女或亲属可以供应他们 要知道他们的年龄是否到六十岁 可能是无法工作 因此需要被照顾 是否品性与神的关系是尽钱的 并且要照策 可见教会当时中有许多的寡妇 这些真为寡妇的弱势 不但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而且要尊敬他们 第三 在第十七到二十节提到 要尊敬并供应教会中带领的同工 长老 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 长老是教会的领袖 当长老中心的管理分配教会的需要时 就很容易招惹很多的纷争 因此控告长老的事很容易发生 所以接到控告长老的成文 就要小心 要保护我们的同工 要有两三个人的见证 表明需要有几方面的人做见证 然后才可以接受这个控告的成子 才可以开始去查证去研究 最后在第21到25节 保罗教导提摩泰 如何应对教会各种人之后 提醒提摩泰 要格外小心自己 因为一个有权柄 能责备别人的人 本身就应该更加谨慎 不可存成见 也不可有偏心 要提防教会中隐藏的罪 要显明教会中的善行 教会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我们的父亲在天上 教会的标准应该高过世人的标准 这样才会吸引人来到教会 教会所发生的任何不合一的事情 都会被仇敌放大宣传来攻击我们 教会的领袖 必须对教会中许多问题负责 而不是把责任推到会众 领袖应该具备的特质 跟恩赐或能力无关 而是跟品格有关 一个好的领袖 重要的不是他的能力 而是为人 不仅是他们在家的样子 在教会的样子 也是他们在职场 在公共场所的样子 我们每一个会众 在教会外的行为 也都代表着教会 会影响着福音的传递 我们怎能不谨慎呢 我想起了一首诗歌 我们乃是朝生旅可经过 以火与友谊 收纳怪账 口长时歌 面向神地应许地 白日时候 黑夜时候 云主火 主正应灵 弟兄收我 弟兄弟手 一步一步在前进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祢在世上设立了教会 让我们弟兄姐妹们 能够同心同行 让我们一起建造基督的身体 主啊我们要求祢 实在保守我们的领袖 保守我们的教会 主啊一切都按着规矩行 在这当中主啊保持 我们所有教会的纯洁 主啊保持我们所有教会 当中的次序 让我们每一个 属祢的生命都在教会中 活泼的生长 我们感谢赞美祢 主啊因为我们每一个身上 都彰显 祢的荣耀 把荣耀归给祢 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